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大型的計畫 就是我們的陽梅體育園區 陽梅體育園區 感謝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這個內政部 在這個最近 大力的來把它推動 所以現在已經動工 動工了 剛才那邊會蓋一個 國家級的跆拳道的訓練中心 加強這個體育設施 的這個部分之外 還會有一個中和型的表演中心 透過這個園區的開發 一方面帶來更大的 更多的這個公園跟這個體育園區 那一方面也讓這個交通的問題可以解決 除了這個大型的體育設施之外 我們也很重視 國民運動中心這樣的設施 因為我們體育要向下扎根 連在觀音 在這個桃科園區裡面 現在也規劃要蓋一個 國民運動中心 讓我們這個 不是說只有在都市裡面 設置 在我們沿海 在我們比較郊區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需要設置這樣的體育設施 讓我們這個居民的地方 可以來好好的運動 每週一三五 早上九點 一起吃早餐